淡水浮游公今天上午捐出了1300斤的白米以及各式的物资 要给淡水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希望能够帮助淡水区内的弱势家庭 而浮游公表示这些物资都是浮渡过后 信众所乐捐的 因此也希望可以借此发挥抛砖盈域的作用 唤起社会更多爱心 每年浮渡时前程的信众都会准备祭品来祭拜好兄弟们 而在祭典过后的物资其实也可以拿来做爱心 浮游公表示今天帮信众准备的占卜品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决定要捐出物资来做公益 而庙方也顺势加码捐出1300斤的白米跟400箱的物资 给公所的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帮助淡水区的弱势家庭 那由淡水区公所做一些适当的分配 来关心我们淡水区的一些弱势家庭 或者真正需要帮助的 那我们这一次中研补渡这些占卜品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信众 能够响应这个我们捐赠占卜品 给食物银行的这一种善举 而今天上午区长沃宗人也亲自到浮游公来接受 庙方的爱心 并且表达对于庙方及信众的感谢 公所将来也会妥善的来统筹分配这些物资 希望可以把他们都交到需要的人手上 照亮社会阴暗的角落 浮游公我们马祖婆一直来 都是在保佑着我们淡水的区民 那胡游公也一直对淡水的这些弱势 也做了蛮多的一些关怀 那感谢这一次中原普渡 他们的一些占卜的一些物资 来捐赠给我们食物银行 让我们的食物银行更丰富 那也藉由这些机会 我们会把这些物资送给我们淡水 这些更需要的民众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浮游公 还有大家的关心 浮游公表示 为了发扬马祖慈悲技术的精神 每年在中原前后 妙方都会加码捐赠物资 希望这些物资能够转化成爱心 用实际的行动 发挥宗教稳定的力量 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 记得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